因為大腦是個很複雜 然後很多功能的器官 那一般我們腦中風的話 它就是大腦的某個特定的區域 因為血流啦或公氧的改變 然後造成功能性的缺損 那表現出來呢就是大家很常看到 比如說看不清楚啦 眼歪啊 嘴斜啊 講話講不出來 手腳無力等等的這個症狀 腦中風的黃金治療期之所以 會被一直提出來 是因為它時間很短 那有時你如果稍微拖一下 大概就過了 以往是三小時 現在我們現在 最新的是到四點五小時之內 因為我們腦 我們現在講的是阻塞的部分 因為這個在黃金期裡面是有機會 可以打血栓融合肌的 那這個也就是說 從發作到 它是發作到治療的時間 要在四點五小時之內 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節目喔 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節目喔 看來大家所謂文之色變的一個 蠻嚴重的一個疾病 那根據統計啊 以往有這樣的一個 症狀的一個患者 他可能 每六人 就會有一人有腦中風的這樣一個病史 那接下來可能會進展到說 每四人就會有一人會發生中風的狀況 所以呢 這樣的一個病症啊 他不僅是說會對人的健康帶來立即的影響 還有很多的後遺症 那在治療的過程當中 對病患的家屬來講也是非常沉重的負擔 所以看待這樣的一個腦中風的疾病啊 真的是要非常的謹慎小心 那也有很多的一些相關的衛教知識必須要來建立 所以我們今天就有請到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的神經內科的醫師 邱醫師來跟我們分享 關於腦中風的相關的一些嘗試 來 醫生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神經內科的邱許懷醫師 今天很榮幸來這邊跟大家對談這樣子 是 醫生我們常常 對於腦中風或者是中風這樣的名詞啊 其實並不陌生 就是我剛剛講他也是一個 所謂隨著文明眼鏡的越來越常見的一個疾病 可是如果就以你醫生專業的角度啊 你們會如何來定義所謂的腦中風 它是一個怎麼樣的一個病症呢 因為大腦是個很複雜 然後很多功能的器官 那一般我們腦中風的話 它就是大腦的某個特定的區域 因為血流啦或公氧的改變 然後造成功能性的缺損 那表現出來呢 就是大家可能常看到 比如說眼看不清楚啦 眼歪啊 嘴斜啊 講話講不出來 手腳無力等等的這個症狀 是 那剛剛那些醫生講的症狀 它就是因為發生中風 會影響到所謂的腦部的功能 進而影響到身體的一些表現嘛 是 那這個是因為什麼樣的原因造成的呢 那一般的話我們通常報導啦 或是報導雜誌我們講腦中風 都是比較大的 那真正裡面腦中風還是有分不同的類型 那比較常 大家比較常印象中的應該是 就是阻塞型的腦中風 或是有人叫腦梗塞 就是血管阻塞之後 導致後面缺氧缺血 然後腦組織受損 這一種 但有一部分呢也是 是血管破裂 然後導致一些出血 然後那個血塊壓迫到周圍的腦細胞 一樣造成類似的缺損 那主要還是這兩大類的狀況 那剛剛醫生有提到 他有兩種的造成中風的一個狀況 一個是阻塞型 一個是出血型 那阻塞型好像就比較像是說 因為血管塞住了 他的一些養分 流不到腦內的一些組織 而造成相關功能一些退化 是這樣子嗎 對 因為如果大家以後有機會的話 可以查查看腦血管的圖 他其實有一點點像一棵大樹 因為各個就是血管的話 有點像我們譬如說鹿啊 有些高速公路大條的 到神道到巷子 那腦血管也是從大條的 中條小條 然後到更小條的 那如果是阻塞的話 他在這各個地方 其實都有可能發生 那他就會影響 比如說你這條路封路了 那就是後面的這些居民 會受到影響 那腦血管也是 就看他是阻塞在哪一個範圍 會造成不同的症狀 那剛剛天醫生說 他發生的症狀 其實不含剛剛講到的 眼歪啊 或者是嘴歪 或者是一些肢體上的行為 是不是說 腦中風他一旦發生 影響的區域 跟他受損的神經 會有比較常見的 是這些區塊嗎 還是說他是一個隨機性產生的 剛剛這些都是 比較明顯的 然後也確實是比較常見的 那因為 也不只是比較常見 還會影響到他們生活的功能更多的 所以這個也是我們特別要注意的部分 這樣子 所以有可能是說他也許有一些小小的阻塞 可是他 maybe沒有影響到你直接在外顯生活上的表現 就比較不容易被發現 會有這種情況 會有 會有 這種確實是有 因為腦部區域很大 那有一些區域不是這麼直接會被發現的 他們可能會有一些 慢慢累積的小的阻塞 但沒有明顯動作上面的問題 可是這些病人 他可能累積多了或老了 他也有可能會容易得到血管型的十字症 就是長久來說 他累積的傷害 讓他的認知功能 表達能力 越來越退化 甚至可以達到十字的程度 是 那 像醫生剛剛提到的 十字症 然後是我們也常聽到的一些 腦神經病病 比如說帕金森 或者是阿茲海默症 就是十字症 他這些跟 一些沒有被察覺的 血管阻塞會有關聯嗎 因為是不是有一些 有一些的那個病例是說 他去診療 可能是在看帕金森 但是 醫生看了他的電腦斷層 或是一些檢查的資料之後 會發現他其實有一些小中風在裡面 好 剛剛 這個問題我覺得非常的好 因為 我們一般講四肢症 或是比如說他是 帕金森的症狀 或者是他是中風的症狀 他其實都有相對應的腦區 不管是萎縮或是退化 像是比如說剛剛講是 阿茲海默症 或是帕金森是症 他都是特定的腦區退化 會有這些症狀 但是其實中風也有可能 塞在這些差不多的位置 他只是受傷的方法不一樣 所以會導致類似的症狀 對 所以他可以是 小中風累積起來 症狀上有點像 四肢症狀上發精神是可以的 小中風累積起來 症狀有點像四肢症也是可以 但是這個狀況下 有效治療必須要治療中風 因為他不跟另外那種退化 萎縮型的 神經退化性疾病又有點不太一樣了 就是他的成因畢竟還是不同 對 那變成是說 剛剛講的比較多類似像是阻塞型的 然後還有另外說出血型 那我們有時候也會在 可能有時候在坊間會聽到一些人家在 一些口語比較口語化的說法說 生氣被氣到會中風 這個是有可能發生的 那如果真的發生 他又是 什麼樣的一個中風的一個樣態 是 因為基本上情緒本身 我說純粹生氣是不會影響到 除了你很氣之外 腦部其實是還好 但是 所以單純因為情緒而中風 這個連結是會有問題 對 但是比較常見的是 因為他情緒激動或是有口角 他那時候血壓會 血壓上升 血壓上升很多 那這種血壓上升 如果他本身的小血管的 健康度不好的話 他可能就會沖一下就會破了 破了就是 就會變成 就會變出血 出血性中風 對 所以這如果他是很生氣 然後突然氣到一個頂點 然後突然開始有中風症狀 這個我們通常覺得 他很可能是出血性的機會比較高 這種 那種病例在臨床的案子多嗎 有遇過嗎 有耶 我一年好像有一兩個 對 然後家屬都會覺得 有點那個知道什麼 有點愧疚感 因為他有時候上次 就是被家屬氣的這樣 對 因為上次 比如說去年 去年年底吧 有一個就是 他說他跟弟弟吵架 他是吵吵吵到 就是很生氣很生氣 然後就突然半邊不會動了 就送過來 馬上就不動了 對對對 他就是突然 他病人是說他就很生氣的當下 突然就開始講話講不出來 然後講話講不出來之後就站不太穩 就是偏偏偏偏偏偏偏 往旁邊倒下去 所以他的家人就是在 就是在把他在醫院 然後後來是腦那個是腦出血的問題 就是當下因為太激動然後導致血壓飆高 會讓血管破裂 對 所以說 雖然說醫生剛剛說 情緒不是直接影響 可是高血壓就是一個風險 對 那除了高血壓之外 有沒有哪一些是 可能再容易發生腦中風 這樣一個高危險族群 腦中風高危險族群的話 基本上會影響 血管健康性的都會 因為我們剛剛說不管 其實不管你是阻塞 或者是初血性的 都跟你那個血管 本身的健康度有點關係 那 所以 包括像高血脂 就有點膽固醇很高嘛 然後高血壓 特別是高血壓 如果又沒有在控制的那一種 特別容易 然後 糖尿病的 血管也會受到影響 然後抽菸啊 肥胖啊 少運動 這些其實都會比較高風險 對 那有一些 或者是 有一些人年紀比較大了 他那個血管也比較老化 其實年紀 光是年紀越來越大 中風風險是逐年在上升的 其實剛剛醫生說年紀大 也會有那個風險的產生 不過我們知道說現在 中風的年齡越來越年輕化 所以其實 不管是說從飲食上面的一個習慣養成 或者是說 甚至說情緒的控管 在於整個高血壓的預防 其實都是 對於中風來講是非常的一個 重要的預防觀念 所以說如果要預防這種疾病啊 真的要從平常的生活中來做起 那才有可能遠離中風的一個風險 好 腦中風啊 他現在 以現在的時代來看 已經對於大家來講已經不陌生 也是蠻常聽到一個病症 不過就跟其他的疾病比起來 他似乎又多了那麼一點點的 難以預料跟預測性 就是說他來的很突然 然後一發生之後啊 可能就容易造成一些 可能不可逆的傷害或影響 那不像一般病症說 可能你有一些前期的 真後會讓你察覺到 那這邊就要請問醫師喔 這關於中風這個狀況 他是不是真的就來的 這麼述不及防 那有沒有一些先期的狀況 可以讓人家有一點預警的呢 是 這個的話我覺得可以分兩個部分 就是第一個我們提到高風險族群嘛 譬如說膽固醇膏啊 基本上就三高啦 高血糖啊 高血壓啊 高血脂啊 抽菸 就是你如果是這些族群的病人 你就要先有心理要小心 要特別注意 觀察看看 那另外的話 腦中風的前兆的可能性就蠻多的 因為我們說他假設是主 血管主塞型的 那他有會有一個階段就是已經不太好 快要塞死了 但是還有部分痛 或者是已經快要不行了 簡單說是這樣子 那這個狀況下的話 那些狀況的症狀都有可能以暫時性的狀況來表現 比如說 我們一般狀況說 啊半邊不會動啊 半邊沒力啊 講話不清楚 他可能是 這些東西的短暫版 或是輕微版 或是暫時性的嘴歪一下就恢復 暫時性的單邊手 手腳無力 等一下又恢復 這種就一定非常危險 那 有一些是血管狹窄會影響到視力的 他其實就是會有一些像是 我們叫黑蒙 就是會有一些像 以病人來說 如果是病人的話 他會有一些像是被窗簾 或是布 這樣直接蓋住前面的狀況 直接影響到視力 對 直接 那這個也是暫時性的 他也是 出現之後會消失 但是如果有 往往這些人很可能 有一些嚴重的警動脈狹窄了 那醫生剛講到的 眼睛黑蒙 是就是我們常講的 眼前一片黑這種感覺嗎 還就是說他有不同的一些成因症狀 可以來做個分辨嗎 是 眼前一片黑 因為其實大家比較常講到的 眼前一片黑 比如說有時候是 蹲下來突然站起來 姿勢突然改變 姿勢突然改變的 那這種的話 有可能是應該是 大家如果今天應該是兩隻眼 就整個視野突然是覺得 好像昏昏的一片黑黑 或甚至眼貌驚心 他其實沒有分單側或單邊 但如果他是血管造成的 包括剛剛講的這些 可能中風前兆 他們其實更常見的是 以單側的症狀為主 眼睛也會單側 眼睛也會單側 因為人家兩邊的血管是分開的 是 所以說如果像一些在姿勢上改變 有時候蹲久了 久蹲或站起來 突然那個可能就不是 但是如果說你的眼睛 突然有一邊的視力特別的異常 有你剛剛講的那種黑蒙的狀況 那就要特別小心 對這個是很有可能的 那醫生剛有提到一些 所謂的短暫性的增厚 可能突然一下下的手馬腳馬 手腳無力 那這有沒有一個時間上的定義呢 怎樣才叫做暫時性的 還是說幾秒鐘幾分鐘這樣子 你們在醫學上面有沒有這樣的一個分野 對 以暫時性腦圈學來說算是 我們會看看 比如說你是持續時間是幾分鐘 或是要幾個小時 確實是有 不過如果我們講的是以前照來講的話 那 以我們這個沒有非常好的統計 不過如果是幾秒鐘 就是那種很瞬間的 大部分都不是中風 因為它阻塞不會反應這麼快 就是如果是好像來個一兩秒 然後又回復正常 這種通常不是 那如果你是出現症狀是可能有幾分鐘 或甚至十幾分鐘半個小時 這種就非常非常可能 這種就要趕快去治療 對對對 那如果只有幾秒鐘的 通常要想想別的原因 是 那如果說身上已經有發現了 這樣的一個病症 就是醫生剛講到相關的症狀 這時候還是建議馬上去做治療處理 那通常你們會來怎麼樣 面對這種症狀會怎麼樣來做處置 你說像無力這種 對對對 暫時性的 嘿 如果有病患上門求診說 醫生突然覺得半邊無力 那已經一兩個小時了 這種你們會怎麼做 就是它是沒有恢復的嗎 嘿 如果沒有恢復在這麼短的時間內 那你有聽過那個 腦中風黃金的治療時間嗎 任何病好像都有黃金治療時間 那腦中風是多久呢 腦中風的黃金治療期之所以 會被一直提出來 是因為它時間很短 那有時你如果稍微拖一下 大概就過了 以往是三小時 現在我們現在最新的是到四點五小時之內 因為我們腦 我們現在講的是阻塞的部分 因為這個在黃金期裡面是有機會可以打血酸溶解劑的 那這個是 也就是說從發作到 它是發作到治療的時間要在四點五小時之內 發作到治療 對不是說到醫院然後到醫院之後的治療這樣四點五小時 所以你如果前面時間拖得很長 比如說我已經發生了 我過個三四個小時再去醫院 等它檢查做完一定是來不及 因為你還要再抽血然後做檢查什麼的 然後確定OK才能打 時間早就過了 所以聽起來這個黃金治療其實是很容易被錯過的 因為一般人可能就像剛醫生說的 他那種症狀也許不是太明顯 他可能有一點點在猶豫的時候 可是他如果就已經是阻塞型的中風藥發生 那他在等待個一兩個小時再去醫院 可能就會很容易錯過這個黃金期了 有可能 有可能 那黃金期錯過之後再打剛醫生講那個 那個藥劑就會沒有效果了嗎 因為他那個是通血路的藥 我們那個血栓溶解劑 或者是英文是RTPA 他是把血管打通的藥劑 那之所以會抓在這個時間點之內 是因為如果超過4.5小時 我們直接給他一樣的治療 他變成腦出血的風險會大幅上升 就是變成壞處大於好處了 所以他才會抓在這個時間點上面 所以可以說簡單講就是因為他在發生的 黃金救援時間裡面 他的組織是比較多是可以透過那個藥劑把他救回來的 但是如果超過那個時間他壞死的程度越來越多 打那個藥劑反而是加速他的破壞 有可能有這個風險 有這個風險在 對 那如果超過了怎麼辦呢 就也不能打那個藥 那只能做開刀嗎 還是說會有一些什麼其他的治療的手段 好 那一般中風的話最前面也是最急的是 我們會到醫院我們會評估能不能做血栓溶解劑 那如果是不行的狀況下 我們會依照病人的狀況 每個人當然因人而異 然後依照病人的病況跟他的影像上面 看看如果他同時有明顯的大血管阻塞 就是爐內的大血管阻塞 那我們可能會啟動取栓 取栓的手術 對他有點像 有點像 大家比較常見應該是像心導管那種 就比如說有心肌梗塞 我們用一個導管 然後從屬膝部或手或是手腕 然後伸伸伸伸伸伸伸到那個阻塞的地方 然後把它撐開 讓它重新打通 那腦系呢 神經或是腦部的版本也是有 那就是我們如果影像上 確定有一個大的是有塞了 那在時間內檢查也OK 那我們就用導管的方式去那邊 把那個血栓抽吸掉 就重新把它打通 那這個是在24小時之內都有機會的 所以他有可能在24小時之內就 就必須做這樣的一個處置 對 那就是所謂的急性期內的相關的處理 也許他是從打藥劑跟手術 都有可能是處置的一個選項 就看醫院怎麼來面對到院方這個病患 他的一個病程發展到哪邊這樣子 對 不過我們也常常碰到民眾 因為這個的手術跟大家傳統想的 那個會有點不太一樣 因為如果直接跟 通常直接跟民眾講說要手術 他可能想的是說要開爐 就是拿一塊頭骨下來 對對對 但其實他目前的話 還是用導管來做這件事情 就跟一般人可能想的有落差吧 那其實不論如何 就連治療腦中風也是要非常看重這個黃金治療期 所以呢 不管說自己有沒有高風險族群 其實我覺得應該都把這個標準給他放寬 隨時注意一下自己有沒有一些相關的症狀 如果一有的話不要猶豫 馬上就去做處理 才有可能 把握這個最好的治療階段 把傷害降到最低 根據統計以現在台灣的狀況來看 大概到35歲以上 可能就會有蠻多的人有中風的一個經驗 那根據這邊的數據 是每年大概會有3萬人左右 會有第一次中風 那這邊特別強到第一次呢 是因為在這3萬人當中 他可能又有一成約10分之一的人 會在1年內再發生第二次中風 所以中風他可能不是說一輩子一次就沒了 他會有復發的風險 那這部分醫生要怎麼來預防 跟怎麼來做一個判斷 有沒有這樣一個可能性 好 那這個其實在即使我們看診 診間也非常多人有提到類似的問題 因為比如說他這次中風了 那我們給他吃一些抗血小板藥物啊 一些治療性的降血脂的血壓控制 他慢慢好了 比如說他力氣本來抬不起來 他現在慢慢可以自己生活了 他這時候常常就會問說 醫生那這樣我可不可以後面就不要吃藥了 我已經治好了 想要停藥這樣 對他覺得說那我現在已經都很好了 我現在跟上次中風前 恢復的差不多了 我是不是就可以不用治療 這有點像 那因為二次中風就是他其他的血管會阻塞 因為我們腦部這麼範圍這麼大 那這邊不好那邊不好 我都會說 你看你的血管都是共通的 其實一個地方如果已經老化或是受損到會阻塞了 你其他地方很可能也不太好了 因為他們退化或是動脈硬化 這些都是整體性全身性的 那我們上次的損害是有成功救回來 但是你跟一般沒中風過的人比起來 其他血管再塞住的機會其實是高非常多的 所以我們後續的藥物其實更多 除了即興起是拯救你那個已經受傷塞住的地方之外 其他都更重要是預防再次的中風 那這個我們基本上都是以藥物來做預防 所以聽醫生這樣講感覺就是說 他也是一個必須非常長時間的一個持續性的投藥 他不是說我症狀解除了 或者是我復健完成了 因為我現在好像跟以前差不多 我就可以不用吃 所以他還是得持續來投藥 對他如果已經有發生過中風 那後面基本上就是需要長期的控制 來避免再次發作 這也是等於說就是一次治療就是 可以說是一輩子的事情 就跟控制血壓一樣 對就是要一直持續 那會再復發有一個可能性是 醫生說他也許中間自己停藥 那還沒有其他可能說又有一些什麼其他原因 誘發了他第二次的中風 中風 因為中風原因有很多 那如果 比如說舉個例子 有一些人他是可能血管很狹窄了 他可能是頸頭脈很狹窄 或是腦內就爐內的血管很狹窄 那那個時候如果突然缺水 就是我們有像是之前有病人 他中風了 然後住院檢查發現 他是顱內的血管已經比較窄了 那我們可以吃藥讓他控制不要再惡化 但是他有時候也有時候也會腸胃炎拉肚子 就他水脫失太多了 水分流失太多了 他那個本來就比較窄嘛 那他水分不夠過去了 然後又再出現那次中風的症狀 縱使他持續在吃藥 可能他會因為一些其他身體的病症 誘發他中風的一個因子 有可能 所以聽起來中風他其實不只是說那個當下 或者是之後的一個對身體的影響 他還會伴隨著其他 誘發其他的一些二次中風的風險 會連帶在裡面一起來發生這樣子 那遇到這種狀況我們除了持續投藥 或是維持的一個比較好的生活習慣 那通常醫生你會不會再建議說已經有中風過人 你要特別注意什麼事情 一個是我還是會說他的水 如果腎功能正常的狀況下還是要有前提 就是水分一定要很充足 水分充足很重要 水分充足非常重要 因為它阻塞型的通常血管都不好了 那血管不好你如果水分又不夠 罐流不夠 他很容易又會再阻塞 或是氧分啊氧氣過不去就會再發作 這個我覺得是蠻重要的 然後規律的用藥 然後其他就是採取一些讓整體心血管 包括心血管腦血管更健康的狀況 不過飲食上要特別控制 因為我們目標其實藥物也是要控制膽固醇 所以你飲食上也要控制 血壓也要 因為血壓你如果吃低鹽一點的話 血壓也會變得比較好控制 然後他恢復到一定程度之後 還是會建議他有規律的運動 會比較好一些 所以他真的是一個蠻多面向 而且是走期很長的一個所謂的養護的一個過程 治療一邊治療一邊養護 不過剛剛醫生講到一個部分是可能一般人比較不會聽到的 因為我們常常知道說你要避免三高就是控制飲食多運動 可是多喝水這個部分真的是比較少聽到人就會提起 那不只是說中風的過後的人要足夠的水分 如果在腎功能正常的前提下 那沒有中風的人其實他如果常常有喝足夠的飲水 對於中風的防範是不是也有效果嗎 會比較好 那我覺得這個之所以都要講前提是因為 單純講多喝水 因為族群很多 我們有些老人家可能心臟也不好 他其實也不能喝太多 心臟不好也不能喝太多 你如果是心衰竭的啦 就是你他會變廢水腫或什麼的 就是他的前提很多 所以我們一般也比較少會直接對所有人所建議說 大家都應該要多喝水 他還是有條件上的一個限制 所以這是一個原則 但是還是要看你身體有沒有別 同時有別的器官的問題 比如說他心臟很不好 然後或者是腎臟有問題 或真是洗腎的那種就要控制體重之類 那就難度又更高 複雜度也更高 但是如果你身體沒有太多其他共病症 然後其他更多的問題的話 水分充足是會比較好的 所以這個部分也真的是 對一般人來講是蠻受用的一個知識 不過就在處理重風這一塊 醫生有沒有聽過說在坊間 或者是送在醫院前 你有聽到一些蠻奇怪的一些民俗療法 有沒有跟大家來做一個觀念的導證嗎 有沒有什麼一些比較不適切的處理方式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這個其實有時候會碰到 就是像我覺得這一兩年有比較少 但前幾年時不時會有 因為有些人會說那個中風了要趕快放血 放血 對他們怎麼放 他們會說拿那個什麼針啊 然後在指尖啊 然後收指頭 然後這樣子扎 然後這樣把那個血擠出來 或是嚼的我也有碰過 他們就說這樣子放血 就是他說足塞了所以要放血 這樣擠是能擠多少 真的是能放多少的血 這也蠻奇怪的 就是可是確實是有碰到啦 我不確定這個 我覺得算是謠言 因為這個應該沒有直接的好處 對 那這個不知道是從哪邊傳出來的 但可以確定是這個是沒有什麼效果啦 對然後甚至有碰過 他是因為做了這些其他的民俗療法 然後導致延誤就醫的 就錯過黃金治療期 對就錯過黃金治療期 那反而狀況更糟糕 是 所以大家都要謹記這個黃金治療期的觀念 一有什麼症狀 就剛剛前面講到的一些可能的症候 就來就醫是為先 就不要自己再做一些聽來的處理啊 這樣會比較好 是 好那其實就我們談了相關的一些中風 相關一些衛教知識 最重要還是說 能夠教導大家一起來 避免這樣一個罹患中風的一個風險 那不管從生活的習慣養成 到後續的一些 衛教方面的知識的建立 甚至是說不要聽信 坊間的一些很奇怪的偏方或療法 有正確的觀念 才能夠長保自己的健康 也可以避免掉中風的風險 好那今天就非常感謝邱醫師 跟我們分享有關中風 這麼重要的一個知識 好那我們節目就到此這邊告一段落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